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此时敌舰已率先开火 眼看防护盾就要支撑不住了 飞船破碎严重 这时德力舰长做了一个决定 全速冲用附近的小行星气体带 这样可以增加本方飞船的光子机箱武器强度 行动成功了 随后舰长一声令下 FIRE 这一炮令敌舰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反派头的独眼龙偷走了重要的水晶 但德力舰长所要无果 对方拒不交还 于是舰长一声令下 阿凡达美的操动武器开火 敌舰被炸得粉身碎骨 船员对老大的敬仰之情 由滔滔江水连面不绝 一如黄河泛澜一发不可收拾 虽然独眼龙弹出求生舱 带着水晶逃跑了 但船员还是献上了自己的膝盖 老爷们们谈官相庆 大妹们头怀送报现晚 德力舰长春光满面 德意之情异于眼表 此时镜头一转 你没看错 刚刚意气风发的德力舰长 在现实中却是个颓废猥琐的大叔 他在一家叫卡利斯特的高科技游戏公司上班 这个前台美女就是刚才那个阿凡达美的 有很多用户半躺着坐在椅子上体验着一款 就太空舰队的沉浸式游戏 锦续在太阳穴上植入一个设备机构 和VR有点像 之后又相继遇到了飞船里的其他船员 但他们在现实世界中都是男主的同事 那个沃尔顿船员在现实中是公司的CEO 而男主则是公司的首席程序员 他在现实中是个沉默寡言 和同事们有点格格不入的人 坐定后有个妹子推门而入 他自称是新来的同事 也是我们的女主 他很崇拜男主设计的这款游戏 所以跑来这里应聘上班 是男主的忠实粉丝 男主这里有很多与太空旅行有关的科幻电影 以及玩具手办 一起相投的俩人相聊甚欢时 公司的CEO沃尔顿过来催男主 什么时候更新游戏 用户们都等急了 面对强势的boss 男主唯唯诺诺的硬喝着 CEO离开前看到了女主 殷勤主动的上前打招呼 并把她叫走带她去参观公司 虽然男主嘴上不说 但看得出来 他对boss这种横涛夺爱的行为十分不满 以至于他在与同事阿三 讨论打升级补静的工作时 眼睛却不住的往女主那边瞄 他心不在焉的与阿三 将更新日期订得了24号的圣诞夜 男主住在公寓的402房间 从家中随处可见的模型可以看出 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星际迷 迫不及待地脱掉外衣及其他行动 在太阳穴上植入一个高科技设备 双级屏幕上的太空舰队游戏图标 设备开始进行传输了 男主很快进入了游戏之中 这里的所有船员都是他的同事 由于公司的CEO老大 在现实生活中抢走了男主的小女孩 性格怒热的他只能在这里实施抱负 男主在这里可是至高无上的尬 后期拨领子将他举了起来 其他船员也都很惧怕见长 卸完粪后还不妄给CEO臀部一脚 在公司中受得气在游戏中得到了释放 可以登出游戏了 然而在现实中 CEO仍然有事没事就跑到女主那边嘘寒问暖 看来这是个平行空间 男主心里当然不爽了 女主去冲咖啡 通过和公司的黑妹聊天 读着CEO是个花花公子 女主说自己来这完全是因为崇拜男主 躲在暗处偷经的男主心里一阵窃喜 黑妹问女主 莫非你爱上他了 女主连忙解释说 自己只是单纯的崇拜 一旁偷经的男主表情变得严峻起来 下班了 同事们纷纷离开了办公室 男主就偷偷带上白手套 跑到女主的宫位 从垃圾桶里翻出他刚刚喝过的咖啡杯 小心翼地将杯盖放入准备好的塑料档 带回家后用棉签提取出杯盖上的DNA 然后将棉签放入器皿中 置入一个设备里 最后将女主用过的杯盖 放入自己的小冰箱中收好 电脑中的进度条一点点走着 预计完成时间16小时 设备就这样自己运行着 男主睡了一跳起来后 我进度条走了一多半 预计还有9个小时完成 男主来到公司继续上班 家中的电脑自己运行着 他用眼睛死死地盯着女主 98% 99% 100% 这时女主睁眼了 然而她的发型以及穿着都变了 仓门开了 她心情忐忑 小心翼翼地探索着 透过玻璃行为望去 自己就身处于卡丽斯特号飞船 在浩瀚的宇宙之中 来到驾驶舱 其他船员热情地和她这个新人打着招呼 然而女主发现 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同事们 却统统都不认识她了 船员们告诉她 你现在还在德利舰长的飞船上 这个是德利制作的专属升级版游戏 而这个版是不联网 完全封闭式的 咱们都是德利通过各种途径 收集到DNA后复制的克隆体 那个读取DNA的设备是她的一个小发明 也就是说真实世界中还有另外一个自己 和平行空间类似 这里的人都在现实世界中得罪过男主 他们被囚禁在这里永远都出不去 也无法死掉 这时男主要来了 大家都紧张的各就各位 唯独无法接受现实的女主 不停劝地跑了出去 不停地拍打舱门想出去 这时却发现自己身上亮起了金光 莫非自己要香消玉允了 非也 女主又被传送回了驾驶舱 男主明得回到自己的位置就位 可女主就是不停 和男主对着干 于是舰长生气了 举起右手一张一合 妹子秒变无脸女 啥也看不到 也无法呼吸 躺倒在地上痛苦的挣扎 宇哥看着都难受 人在人下怎敢不低头 女主只好妥协了 五官总算回来了 他心有余机地回到自己的工位上开始工作 这时在某个星球发现了独眼龙的行作 留下阿三哥一人看家 其他船员跟随舰长大人 一起被传送到一个荒芜的星球 女主趁老大不注意时对黑哥说 用你的小签签射他呀 黑哥告诉他 这枪根本就是个摆射 那孙子在这里是无敌的 你得明白 此时独眼龙出现了 和男主嗶嗶了一会儿后 召唤出了他的猛虫 这怪物可太吓人了 其他船员吓得纷纷后退 可在这个关键时刻 男主手中的平板响了 原来是送披萨的外卖小哥来了 他只是在将游戏暂停 自己回到现实中取外卖去了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连巨兽也像猫咪一样卧下休息 独眼龙放下了那只沉重的巨型武器 原来刚才大家都在陪着男主一起演戏 巨兽和独眼龙以前也是男主的同事 都是因为得罪了他才被变成这样的 男主这边而接到了披萨 快速的大口躲一阵 舰长要回来了 其他人快速各就各位 摆好pose准备继续陪演 男主回来后用了一招声动机器 独眼龙故意配合他往陷阱里跳 很快挨了一枪抖 从山上坠了下来 船员们这马屁拍得比炮症都响 独眼小哥求男主给自己来个痛快的 冷血的男主没同意 命人就得囚禁起来 这个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呀 又到了送香吻的时刻 女主却死活不同 赏了老大一个大嘴巴 男主大手一会 又要发招了 好在最后善心大发 饶恕女主并退出了游戏 魂杖剑长总算滚蛋了 大家劝女主顺从点 并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首先 男主摸摸大石是不伸舌头的 其次 这时C油竟然脱下了裤子 原来这里无论男女老幼 都没有生殖器 以及排泄系统 甚至连响都排不出来 女主愤怒了 这网不毒的也太他妈误辱人了 是可忍老娘不可忍 必须得反抗 其他人赶紧泼冷水 别费心思了 人家可是上帝模式 唯一的办法是拿到他那个平板 与外界联系 可只要他一离开 平板也就随之消失了 但女主倒咕了一番后发现 可以以男主的身份 给外界发一条邀请 加入游戏的短信 那就发给自己的本尊吧 于是女主的本尊 成功接收到了这条邀请短信 可克隆女主太高估自己的智商了 傻蛋本尊竟然把这条短信的内容告诉了男主 想确诊是不是他发出的要求 男主一听就明白了 骗女主说 这是垃圾短信 可能还有病毒 千万别点 于是很傻很天真的女主相信了 克隆女主这边盼来的不是本尊 而是愤怒的男主 进来后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大道理 然后就准备发飙 女主将所有责任都揽到了自己头上 必须杀鸡警红 要不就造反了 可男主刚一抬手 勇敢的黑妹去跳出来求情 男主见状 算了 朕原谅他了 那就由你待得受过吧 大手一挥 将黑妹变成了一个和之前那只巨兽 一模一样的怪物 这下连话都说不了了 人后命人将黑妹扔到了一个荒芜的星球后 登出了游戏 自责 懊悔 内疚 一股脑涌上了女主的心头 这时 她意外发现远处有个虫洞 同时有数据在传入 她马上意识到 是那个圣诞更新补丁正在预安装 这说明这个游戏还是以某种方式连接着网络 如果将飞唇开进虫洞 就可以攻击系统防火墙 所有人就能被删除 可以死掉了 总比一直受这个黑心的老大虐待强 但飞唇只有男主在的时候才能前进 除非等她在暂停游戏的时候偷偷开动 但虫洞实在太远 需要行驶很长一段时间 除非有人能在外边的世界把男主拖住 于是女主决定想办法拿到男主的平板 用自己云相色中的思照威胁本尊 逼她在外界帮助游戏里的人 计划挺好 所有人都同意加入 除了CEO 她说 刚开始时 这个游戏里只有她与男主俩人 起初高傲的CEO不肯驱从 于是某天 真是世界里的CEO本尊 带着自己的儿子汤米到公司上班 一显的男主趁机偷偷提取了汤米吃过的棒棒糖上的DNA 并将她复制进了游戏之中 为了BCO服从 男主将汤米投进了太空之洞 并让老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在太空中压缩 冻僵 最后破碎 最可怕的是 男主那里还留着汤米的DNA 就存放在他房间的小冰箱里 其他众人的DNA也都在里边 男主可以将大家无数次的复制进来 所以死病没有什么卵用 但女主对她说 自己会把大家的DNA全部弄到手边销毁的 前提是 你得相信我 果然这天男主下班后回到家 从冰箱里拿牛奶时旁边就放着那只棒棒糖 再次登入游戏 女主却和变性了一样 既顺从又主动 报告进长 某星球收到了一艘撞毁航天飞机的求救信号 正义感十足的男主一声六下 走 咱救他们去 进长大人 其实 咱俩去就够了 这样既可以增进感情 还可以锻炼奴家的技术 英雄难过美人观 更何况是男主这种宅男 于是这对孤男寡女来到了这个星球 果然 远处有点被遗弃的飞船 此时女主就开始宽宜解代 接着跳出了小河中 开始不断色油男主 舰长哥哥 你看这水多清 我多美呀 面对靓妹的不断挑逗 男主终于厚得不住了 拖了个金光 将平板放到了岸上 他刚走 平板就被其他船员们传送回了驾驶舱中 通过女主给的密码进入了他的云相册之中 找到了那些不可描述的照片 然后将这些照片发给现实中的女主本尊 并威胁他 你得按我们的指示去做 不然就把你和冠西老师的照片曝光 本尊只好同了 而男主这边和克隆女主玩起了鸳鸯戏水 真是太有情调了 船员们给女主的本尊下完指令后 迅速将平板传送了回去 本尊定了个披托给男主那边送了过去 外卖小哥按门铃的时候平板响了 兴致盎然的男主被打断了 虽然不爽 但还是暂停了游戏 他去接外卖 本尊则趁机留进屋里 取出了冰箱里所有人的DNA 挺顺利 可以向虫洞进发 Let's go 但时间还是不太够用 虫洞就快要消失了 吃完皮特的男主回到了游戏之中 一看合中的比基尼美女不见了 心中大为光火 他意识到了这是一起反抗事件 赶紧穿上衣服 找到那家被遗弃的飞船 并驾着他前去追赶卡斯托利号 女主这边正在经过一个小行星带 飞船受损严重 男主那边气得暴跳如雷 不断的威胁船员 要让他们受到 比以前痛苦一万倍的惩罚 卡斯托利号撞到了一颗小行星上 主驱动气出了故障 罢工了 想要修复引擎 只能爬进喷射调控器里手动操作 但这回被严重烧伤 而且死不了 于是大无畏的CEO 自个愤勇地跑去修理 为了儿子的幸福 他牺牲自己的肉身 修好了飞船 动力恢复了 全速前进 好朋友们手牵手 赶在虫洞关闭的前一刻钻了进去 然而他们并没有死 他们又重生了 防火墙只清除了男主的游戏模组 他们已不再缺德舰长的电脑中 而是进入了云端 不再受男主的控制了 男主则被永久地困在了自己的游戏中 这时黑妹与毒雅龙也恢复了原有的样子 回归了 升职与排泄系统也重新回来了 现在 他们可以在游戏程序生成的宇宙里任意遨游 想去哪都行 只有男主被当成恶意代码被删除了 想退出也退不了了 被永远都困在了这里 本尊也成为了植物人 再也无法恢复意识了 真是作茧自福啊 此时卡利斯托号里的所有船员都进入了互联网 成为了游戏的玩家 女主也被任命为新建长 他们可以在游戏里任意驰骋了 这集的剧情真的很复杂 而语歌我既不是星际迷 也不懂那些计算机程序 所以他面对这集里的无数个专业术语时真的很头疼 好在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做完了 如果哪里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还望大家能多多包盘 作为黑镜第四季开篇的第一集 编剧的立场出奇的正 正的都有点不太像黑镜了 结局也没有反转 以前的黑镜都是将两个对立面放在你面前 每方看似都有道理 但两边又都有点问题 这集真的有点不一样 起初看到男主处处受同事的排挤 又敢怒不敢言 语歌还挺同情他的 但看到他之后的所作所为 真觉得他有点罪有应得 以前语歌也曾作为合同工 在新华社里工作过一年时间 再上之后的其他工作经历 我见识到了不少职场里的尔虞我诈 勾心斗角 还有那些背后别有用心的言语 而这些东西都是没法避免的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权夺利 既然无法左右别人 就只能努力让自己融入进去 如何才能保证自己不被同化 同时又不得罪同事 与他们搞好人际关系 出于泥而不染 这个语歌也给不了你们答案 因为我也做的不够好 但我希望大家都能保持 自己那颗在校园里的本心 男主在影片里称王称霸 任意见他克隆人的尊严与人格 这样做的话 真是和法西斯没什么区别 这些复制题也同样具有 人类的意识与思想 和人的区别只是没有实体 这集和之前的圣诞特别篇有点像 将人的意识复制下来 让他们每天为自己永无知究 跟着千篇一律的工作 如若不从 就要受到极不人道的惩罚 好在最后女主们反抗成功了 不过宇哥也从中学到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 无论得罪谁 都别得罪某些闷骚的程序 因为你也不知道 他们会用自己高超的技术 做出什么令人发指的恐怖事 好了 这节黑镜讲完了 如果喜欢我讲的故事 希望你能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并常来看看 宇哥谢谢大家了 咱们下期黑镜见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 感谢观看